臺灣機師空中痛罵馬列走狗 共軍飛行員失控 爆粗口 爆中共戰狼趙立謙 家暴打成7次 被診斷出患精神病 佩洛西說 中共向壽星惡霸 日本抗議案 將直接送給習近平 大陸恐再次面臨酒吧下港潮 中共獻心爆棚 無人敢提立案 佩洛西訪臺結束後 兩岸局勢升分 共軍多架4艦機逾越海峽中線 專家指出 中共二十大在旗 被轉移其內政外交上的困局 貧打臺灣牌 連日來 中共媒體叫囂 這次臺海演訓行動 徹底打破所謂海峽中線 海峽中線不復存在 臺灣演訓 將常態化等 煽動民主主義情緒 外界擔憂 中共此舉 恐引爆軍事衝突 8月8日 曾通過谷歌自治中共軍隊基地及設施地圖的軍事謎 溫約瑟發布了一則推文 並提供了8月5日上股民船拍攝到的一張照片 照片顯示 當時臺灣海軍成功旗艦正在攔截共軍長春艦 它還發布了成功旗艦上官兵的訊息及簡短記錄 記錄顯示 8月5日 共軍接獲上級指示 持續逼近海峽中線 此時 臺艦的任務是擋住中線 不讓共艦進入海峽中線 面對持續逼近的共艦 臺艦做好了撞擊的準備 當時 兩艦的最近距離只有200碼 路透社報導 中共軍艦越過中線時 臺灣方面一直保持密切監視 並予以驅離 與此同時 岸基反艦導彈和愛國者地對空導彈都處於待命狀態 另據《自由時報》報導 8月7日上午 臺灣北部及西南空域 已經有超過15架次以上的中共軍機襲擾 海空軍持續廣播驅離 長期記錄 臺海空域動態的軍事迷 臺灣西南空域粉絲專頁 上午9時 記錄到疑似憤怒的中華民國民航機師 在空中頻道痛罵共產黨 錄音中 民航機師對擾臺的中共軍機飛行員說道 共機飛行員 則情緒失控 爆粗口 上述對話 很快在推特上引發華人網友熱議 紛紛留言說道 他喊得對 中共是蘇俄馬列主義的子孫 讓王公公出來說說 誰是外來勢力 誰是不孝子孫 這臺灣飛行員說得太對了 中共一直以來就是綁架我們中國人民 成為他們的奴隸 臺灣飛行員做事實陳述 不帶立場和情緒 這幾句比11枚飛彈威力還大 深深地刺痛了共軍飛行員 臺灣西南空域粉絲專業管理員徐耿銳指出 針對共產黨罵 不針對中國人 確實也是不少華人的心聲 畢竟人民都是無辜 而且不希望戰爭的 現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 檢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被傳出家暴妻子 並被診斷患有雙向情感障礙 引發網友熱議 現年50歲的趙立堅 是河北唐山人 被外界視為中共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 8月2日 從網路社交平臺推特上傳出 趙立堅於7月26日和妻子打架 妻子被他打傷 之後 照到外交部門診拿藥 同時請了北大第六醫院的馬彥陶對他進行會診 趙立堅被診斷出患有雙向情感障礙 除了情緒極其不穩定外 還有暴力傾向和重度抑鬱症狀 由於中共官方沒有相關報導 該消息無法得到求證 但自8月2日以來 本來是趙立堅每天主持的外交部記者例會 被華春瑩取代至今 有評論指出 中共靠謊言治國 對內全面掌控新聞媒體 全國上下只有黨媒的一種聲音 對外也需要掩蓋事實 講好中共的謊言 外交部發言人長期面對外國記者認真嚴肅 謊話連篇 時間異常 必然出現情緒與精神問題 比如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去年3月份時 被外國記者問起新疆人權問題 她在美化新疆駁斥外國記者時被拍到在一分鐘內竟眨眼70多次 據身體語言學家的分析稱 人在緊張時會頻繁眨眼睛 而人在說謊時 由於內心不安 心虛而緊張 連續眨眼會使自己的緊張情緒得到緩解 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 一分鐘眨眼5至8次 而華春瑩竟然達70多次 暴露了自己因撒謊而緊張 通過頻繁眨眼睛 試圖掩蓋的真實行為反應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8月9日接受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時說 美國不允許中方孤立臺灣 當談到中共的反應 她形容其就像一個驚嚇中的惡霸 另外 佩洛西從亞洲回來後 首次談論訪臺之行時告訴媒體 此次訪問得到了兩黨支持 並說絕對值得 她重申 美國不會成為其攻勵臺灣的幫兇 佩洛西還透露 她與參訪成員 包括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 會見了每個國家的議長和議員 所討論的內容也非常高質量 對於中共在臺灣海峽進行實彈軍事演習的儀式 佩洛西回應說 中共無權對此干預 佩洛西表示 美國國會議員不會被中共對她訪台的回應所嚇到 相反 中共所暴露出的沒安全感和脆弱的特性 就像一個受驚嚇的惡霸 另外 佩洛西發表個人觀點說 習近平的注意力目前集中在獲得連任上 另據日媒報導 中共近日在臺周邊軍演時 發射導彈卻落入沖繩縣波罩間島近海 對此 沖繩縣議會9日一致通過了禁止中共在沖繩近海 實施任何軍事演習的抗議決議 還敦促北京堅持協商和透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 琉球新報指出 這項決議的收縣人為 中共領導人和中國駐日本大使 預計將被直接送到習近平手中 大陸經濟低迷 以嘗不爭的事實 體制內專業擔憂的 不是房地產崩盤後 帶來全局經濟震動 他們更為緊張的是 未來大陸如果再發生 類似98年的全民下崗潮 中共將如何應對 海外媒體《看中國》評論員子龍指出 1998年的下崗潮 距離現在已經過去了24年 這場災難性的失業潮 席捲了整個大陸 尤其重創了大陸北方的一些工業城市 比如 東北許多國企 一所企業的下崗人數動輒數萬 下崗甚至能讓一座城市驟然停擺 1998年的下崗潮 並非起於1998年 從1993年 中共就有計劃的關停 並轉讓許多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 據中共勞動部門統計 大規模下崗始於1993年 當時下崗職工累計超過300萬人 以後逐年递增 1995年後 下崗人數幾乎隔年翻翻 1995年超過500萬人 1997年突破1000萬人 而1998年的增速最高 當年累計有1714萬人 較上一年相比 幾乎翻了一倍 這場下崗大潮 直到2001年才算消停 下崗潮背後 是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巨大變化 尤其是一些雙職工家庭 下崗等於失去了一切生活來源 下崗潮則是中共一手策劃啟動的 當初的目的是減輕國家經濟負擔 但整個運行中充滿了腐敗和一刀切 好在當初的大陸經濟規模較小 且下崗人員能被民營企業所吸收 即便對國家和政府來說 下崗潮是一場空前的經濟災難 由於買單的成本被個人和民間資本所承擔 中共權貴則趁機套取了大陸財富 並開始把持關鍵領域 這次則不同 體制內的專家擔憂 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再次導致下崗潮 而失業人員再無被承接的對象 如果說 上一場的下崗潮是中共刻意安排 處心機率的 這場下崗潮 則是中共千方百進想延緩或避免的 令人擔憂的是 大陸發生大規模的失業潮 其嚴重後果遠遠大於房地產崩盤 最近有一些爛美樓業主被稱為最悲慘的人 假如下崗潮到來 包括這些業主在內的人 都將面臨雪上加霜的災難 目前的死劫是 如果私營企業開啟倒閉的多米諾骨牌 其向社會輸出的勞動力將無處盛放 98年的時候 國營經濟不行 買單的是個人和私企 如今想讓國企消化剩餘勞動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到時這些人將何去何從成了大難題 了解經濟的人 對中國的未來十分擔憂 中國現在面臨的事 真話不敢講也講不出來 講出來也沒人聽的地步 以前提出問題是 處於職業因素 現在提出問題需要莫大的勇氣 體制內部和社會層面相比也差不多 即只聽好話 一切帶有風險式的預警難以被重視 說多了 反倒成了別有用心 現狀是內行憂心忡忡 外行信心一片 可惜的是 外行卻在領導內行 內行每天如履薄冰 外行依舊歌舞升平 外行們認為中國經濟依舊健康 超越美國 這是時間問題 事實上 中國經濟已經到了擊中難返的地步 另外 子龍提醒大家 不要單單看亮眼的數據 數據可以隨意更改 看看自己的生活 是比以前好 還是比以前糟 疫情管控 對經濟的破壞 這是因素之一 經濟面臨困境 跟體制的問題 信息相關 去年 中共統計部門說 中國有兩億規模的靈活就業人口 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 不得不送外賣和快遞 這些行業 其實根本無法解決 未來更大規模的失業人口 中國人的悲哀之處在於 永遠沒有生活 有的只是忙碌地活著 現在指針 正在指向問題的爆發的終點 可惜的是 目前看無解 即無法避免 亦無法化解